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我是阿俊,繼續玩FX 15 的普羅因普特編 昨晚我們看到龍騎女,還被她推倒了 現在我們就要找回她,首先就...咦?可以改造? 好?但是我們沒有可以改造的東西,對不對? 原來這部電單車可以改造的 不過就要上去,我們現在就去找回龍騎女,一起離開這個地方 出現地區任務,如果承接了達成目標就可以拿到報酬去改造雪地的摩托車 可承接任務的場所因時間而矣,嘗試去探索 另外部分地區任務會出現跟故事進度無關的強敵 跟這些敵人戰鬥的時候是持有的道具不同,可能令我難以推進往後的故事 這樣的話不如我們先玩主線 那些副任務就不要理他們了 因為我怕待會不小心遇到強敵用完的道具的話 令到我們推進不了故事都不知道怎麼辦 而這部雪地的電單車我們遲些有機會再改 因為爆機後應該可以繼續玩的 這部雪地的電單車,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咦,不對,這個是 這個是帝國兵來的 嘩,死了,我臉都青了 但為什麼它沒有消失呢 還有龍騎女又去了哪裡呢 喂,這什麼事,剛才很光猛的 後面有人? 咦,這一定不是洛克提斯 額真 newborn 咦 再yle 桑國 存在 套根 不要走…走這邊 我 cases不會很容易被捕得到的 會不會用能持續下去 不行,而且現在的視點我改變不了 消失了會不會在樹上 又沒事了 這麼迷幻,我們先追著普萊娜 奇怪,因為通常找諾卡提斯的狗,我記得是灰色的 另外白色這隻應該是公主的,為什麼會跟著我們呢 現在是不是暗示了普萊姨普特和王子很機友 我們先跟著,看看劇情之後會如何發展 狗債想帶我們去哪裡,還是狼來的呢 樣子像狼多過狗,大家覺得是不是 雖然我現在就是,見到牠的臀部多過 見到牠的樣子 對,我覺得牠像狼多過狗 嘩,嘩 這麼多個兵呢 先看清楚,會不會是幻覺呢 牠覺得是自己 一定是艾丁在搞鬼 開完槍之後,大家猜會不會變成另一個 壞 啦 你 EVAL 塊 然後 Doyle 然後會怎樣 我不覺得有些閃閃發光的東西,先聊聊天 其實我們會不會在做夢呢? 又或者普羅隱普特現在是否在面對自己的內心去黑火一些東西 說服自己接受自己是帝國那邊的人,在那邊出生 但是他是在路希斯長大,所以自己應該是路希斯的人 是我們在路希斯的路面上,所以讓我們在路希斯人 我會不會在路希斯人之間? 我會不會有這種路希斯的人? 不然我就要做一場的路希斯人 我會不會有這種路希斯人? 我會不會有這種路希斯人嗎? 你怎麼收到雷霍拿給自己的信 《濃淚》 《荷棘》 《我已想到這場》 《我已想到這場》 所以說應該要飽機才可以玩 不然的話 就會不小心脫掉了 為什麼突然間我們又回到黃都呢? 好,我們又是帶著相機去戰鬥 瘋狂自拍 以為這樣就如是沒有 和過去的缺別 好,來吧 阿蘭耶 我也要去 我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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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決定自己 我會把腳趕緊 我會做好 我們當然不會左手左腳 上車 我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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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有牛腿 算了 有很多怪物在這裡 不要理他們 原來按鍵就開槍 等一下 我現在要繞個大圈 但是槍很弱 有什麼用 有很多牛 大家看看 R閒 有不知更厲害 算了,到了 龍蟹女很開心 終於又可以跟他組隊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網友 我們要前進去嗎 之前都要用北極方法 硬拉龍蟹女入隊 其實是一個這麼棒的角色 為什麼不可以讓我們操控呢 等一下 我要換這個 然後瞄準 發聲 完成 完成 我們上座塔上看看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讓我們清淨 敵人 再進攻 接行擊殺 完成 好 我知道槍沒有了 這裡是用什麼? 沒有後載火箭 很棒 我知道怎麼做 但是呢 我先收拾一些東西 當然要打這個 爆了 什麼 可以嗎 可以嗎 不死嗎 來吧 那邊很多很多 先拿槍 我要換這個 等一下 這邊還有一件 爆你頭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下一點 下一點 很難控制 我想是動一點 但是不行 這個位置 成功了 先拿槍 不然我們要下去的話 應該拿這個火箭炮 走開 聰明啊 走上塔跟他們打 不然我剛才走到地上打 應該會打得辛苦很多 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東西呢 它有低音號 這裡有武器拿 應該 這裡有 治療劑拿 我們再出去看看有沒有其他 道具可以執拾 OK 應該就沒有了 其實我們的手槍可不可以換一下呢 真的 因為我覺得我的手槍真的很弱雞 有東西拿 這個是高級治療劑 龍奇走得這麼快 它不需要這樣按一下 這裡有什麼東西拿 那我們先進去 開門 那我們就可以進入研究所 等一下 有兩部車 正義射手 搞定一擊 搞錯了 我的槍沒有了 我們要先換一支槍 它有沒有弱點 怎麼看 我想問 怎麼會不會是槍呢 或者是這個位置呢 救命救命 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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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來 救命 先吃了 吃了 高級治療劑 撐住 我現在進去拿東西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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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火箭炮 你死吧 我現在有火箭炮 大家是不是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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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不怕火箭炮 好像不怕火箭炮 我們用 有制空強擊 我試試看 是怎樣的 由艾拉尼亞使出強力的跳躍攻擊 再撐下去 正 機會來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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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去撿一支槍 撿完槍 就打一些小兵 現在不怕你了 沒了 那隻 吃死蛋 還有幾十發 還有幾分發 我們在這裡幫艾拉尼亞做妖狐 哎呀 我想拿她的武器 這邊 這邊 這邊有槍 之後我們這個方位還有兩隻 在哪裏呢 不見了 這裡 殺你 搞定 你死的死拳到 你死的死拳到 OK 嘩 剛才很痛 而且 我想那隻機械人是有機會被我打的 原來不行 好了 現在就喝汽水休息一下 怎樣 聊聊天 不要只站在那裏 好嗎 還是他們真的在說話 但是在聊聊天 不告訴我們 好 我們就進去 看來進去也有一場仗要打 神經病 只有兩個人 可不可以多人進去 明白嗎 明白嗎 我待會兒 好像有東西打 等等,外面應該有東西拿,看看什麼來的 魔導研究所長官 又是他,愛國之所以能在古樂布斯溪谷抵禦冰神的襲擊 並且以擊破 魔導研究所實屬功不可沒 僅此批准之前曾獲請願的研究預算增列方案 以獎勵其公式 原來不夠錢用 接著有些東西收拾 都是文件,怎會散落地 一想到能夠從冰神手中拯救帝國的英雄共事 就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感覺 今天長官找到我過去,據說好像是看中我的表現 想指派一件高機密的工作給我 反正一定是想把麻煩事推給新人 真是,唉,今天早點睡,不要想了 還有 那時候的光景還在我腦中廢之不去 讓我一點食慾都沒有 我真的有辦法習慣這份工作 今天恐怕要失眠 還有? 今天難得有榮幸面見帝皇陛下 陛下竟親自駕臨這個偏僻的雪山 想必對魔導研究寄予厚忘 為了尼佛海霧 我都賭上聖命努力研究 應該是研究員 今天真的很難受 我負責管理的若元從檢體外洩 令我一直忙到深夜才處理完 都是因為管理方式太過隨便 看完了 這麼長一篇日記,看來這個研究員有點特別 這麼多藥,過來這裡肯定有東西打 出擊兵 他是不是躺下了? 不行,他不死 上去吧 而且我看到有光粉的東西滲出來 這裡有一件 搞定一件 其實我覺得衝過去這麼圓圈更快 除非有火箭炮 謝謝 這裡又有東西拿 很多人 衝過去 搞定 這邊又有狙擊兵,我們衝過去吧 你幫他補血都沒有,一下就死了 搞定他了 這個防禦系統很麻煩 因為他會爆炸 而且一下子就扣掉我的血 下次見到他,我一定會衝過去 不是衝過去,應該說一定會射死他 我幫你了 用槍吧 用槍吧 可以,可以衝過去 還有這個 搞定 到你們了 三個 追擊兵,埋身就不怕你了 之後到這件 其實習慣了攻擊模式之後 我覺得都很爽快 搞定了 這個我覺得是另類RPG玩法 那我們 繼續向我們的目的地進發 是不是走這裡 開啟人不要打 這裡就可以露營 我們先保證一下 MV724年10月24日記錄 魔導兵の量産体制が確立したことにより 帝国はルシスを圧倒し インソムニアは包囲下にある だが これで満足するのは平らである 地下死骸を生成する際に 極稀に失敗として生まれる死骸 その非純能性ゆえに 死骸そのものの利用は考慮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が 魔導兵を凌駕するあの力を利用しない手はない 思い返せば 私の研究は死骸と共にあった 死骸研究を進め 死骸そのものを利用できれば さらなる躍進につながるは必然である 我が研究こそは 帝国の基盤である くるって こいつ しょうきじゃない 神經病 他想利用死骸 還是 艾丁迷惑他們 要不是無理由做這麼蠢的事 帝国就是因為死骸而毀滅 最後 消滅終了 我們可以繼續進化 我覺得我們要對的應該是死骸 找到了萬族 自数年前就已經著手研究 是融合了野獸和魔導引擎的魔導兵器 目前仍然處於視作階段 但應該足以永恆者完成前 用於研究所的警衛工作 即是說 一會兒應該要打這隻 打完它才到最後BOSS? 好 先收拾一下 ME756年7月9日記錄 遂に私の研究も完成する 自我を確立したままの死骸化 さらには その気化死骸を意識を残したまま 魔導兵器化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た 試作機は 魔導兵器としての能力は ダイヤウェポンには及ばぬが 問題はない 気化死骸の形で幾度となく 乗り換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だ 全ての問題は解決された あとは この身体で体現するのみ 人としての最後の記録に謝辞を述べよう 我が研究をここまで後押ししてくれた アーデン・イズニアに対する感謝だ かの者との出会いによって 私は神を凌駕する 究極の存在に至るからだ が人生死寒く アーデン・イズニア・ジスエス サルダイエルよく違うは nochれてから ギカ пожалуйста ここで間違いになる あなたに勝たelson これは? 白武大猩猩? 等等,我們應該要找武器 得到音號 轉個圈看看還有沒有其他武器 對付這隻武器沒有來用得到音號 死定了,我有火箭炮 行不行 好,先衝過去 我應該可以近距離用三個營 不行 好吃 走 來,再拿一個 沒有了? 在時候了,自拍 我們稍後去看看照片,應該會很棒 整排都送給你 打開 加油 好棒,衝過去 三個營 好像不靠太多 全身著火 好啊 燒掉的武器 哎呀,好可怕 他換藥了超多 先換槍 我還要吃藥 還要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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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自拍 走啊 哎呀 阿 má Jo 怎麼 他殺了還要吃藥 層 成群 YES! 搞定! 打了很久,這隻很後血,我估計力又低 還有什麼? 尾行者究竟是什麼? 以為這隻很熟悉嗎? 我去找神秀兜當時真的見過,轉地 真的要跟他打? 我猜應該是要逃走的 不是,真的可以打 但這麼大隻有點難度,我們夠不夠子彈 有什麼? 尾行者戰,使用機槍攻擊要打到永恆者 遇到攻擊的時候,我們HP就會減少 如果被他追上的話,遊戲就會結束 可以放大盡色 我猜不用了,就這樣射吧 不要逼他來,只要是 對 他在哪兒? 他一定會在這邊 他一定會在這邊 是,我都能打到 左邊 你很噁心 我現在不可以去右邊 唯有先打著身體 這條是巨大幽隱 大家覺得像不像嗎? 今後我們要射多久 現在射適合 這個位置扣的血量很多 打正中央就對了 他完全沒有停的跡象 還有剛才完結的時候 我明明是按住R2,但不算數 我們應該要重新按一次才行 爆了,爆了,有些東西爆了 中心那裡爆了,叫口 有 應該要打牠的牙齒 現在 又轉地又轉地 我們先看清楚,牠會在哪個位置出現 哪裡 右邊 我看見有些閃閃發光的東西 射這個 射這個 之後呢 之後呢 我應該 生效,生效 對了 即是說 我們要打牠發光的位置 還有兩隻 最後 打牠 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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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沒有血了 死丟人 但我都被牠扣了血 牠什麼時候扣得到我呢 不是 又有血了 又有血了 還要打 先打中心 他中心一定是最弱的 我們已經血迴過一次 只打中心 好 好 牠攻擊不到我 剛才我嚇到燈 如果我打牠不停 牠就會 攻擊到我們 行了 那我不怕你 你想扣東西 我把牠送到你的口 那你就扣不出 是不是 還有牠都不好動 牠在固定的位置 我們不打很多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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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一點 低一點 行了 乖 好像一隻寵物一樣 不過通常蟲是低智能 比較容易 那一刻爆發 是牠能打到炮還是我打中牠 我們打到牠 牠應該很快就會死 很快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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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他開刀砲,我差不多 乖乖地睡覺 射到手心無汗,濕透了 我們終於逃出這個營友所 好嗎? 嗯,這樣做得好 自信持ちな,自分で決定了 是吧 好嗎 我急著諸董人們的後來 クリスタルを取回 如果是諸董人們的使命 我也想要幫忙 如果是我先取回 調子出來了 說真的 我都會受到我 但我怎麼想要 自分的說話 所以說 好嗎 但是這樣,為什麼會被人捉到呢? 很可惜我們一直都用不到阿拉尼亞,其實龍奇女真的很多人喜歡 艾丁? 怎麼樣呢? 我想普羅因普特都是因為艾丁的關係才會被人捉 很可能就是艾丁親手捉他去其他都不認 目的只不過是想讓克提斯看到他的好友被人囚禁 嘩,進去看 但是很關鍵的就是,究竟我們是怎樣被人捉的 捉都算了,現在要像豬頭餅 其實這個是不是考文裝置來的? 我覺得是一些考文裝置,你不聽話,你不肯說話的話,就會放電人 就算了,因為以前我玩過Metal Gear Solid 2的時候是有這樣的東西 差不多一樣的 大家看看這個角度 那些這樣的鋁擺明都是用來敲文的 就是,你不聽話你不肯說的嘛 你想鋁哪一塊出來呢? 好可怕,好像還有一把鉗在那裡 剝手指甲用的 又來了又來了 等好了 好感動啊,等到洛克提斯過來救自己 又試重逢了,不過呢 重逢的時間很短 因為之後洛克提斯就要被封入水晶 相隔十年後才可以再見 而且就算重逢 重逢的時間都很短 最後的結局,究竟洛克提斯死了 另外我們三個朋友生還 還是大家都死了,要在另一個世界再見 我覺得他們的友情並不是一般的友情 是有更深的基本在這裡 是有更深的 是有更深的 那麼,你要看嗎? 是有更深的 其實就是這一切 你不應該說的 是有更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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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其實男人老狗的褲子這麼乾淨,真是好看不慣 鏡頭一轉我們又去了哪裡呢 這麼多帝國士兵 伊格尼斯啊 這裡一定是水都的劇情來 又是你 伊格尼斯編的DLC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 2017年12月 過了半年我們就有DLC玩了,真是好過分 以獲得獎杯不動搖的基伴 大家看看這個開始畫面有很多不同了 首先就是普羅因普達他拿著另一把槍 有一把新的槍可以用 另外就是天氣就轉變了 即是代表了他自己的內心有一個轉變 天晴了,沒有再想到一邊 普羅因普達的DLC就來到這個結束 而伊格尼斯還要等多半年 其實Square你可不可以快一點 因為我記得你還有很多很多故事還未補完給我們 我竟然可以把FF15分拆得那麼散 真是很佩服 那我們下個DLC再見 又或者不知道我們在等待 伊格尼斯DLC的中間這六個月 會不會有其他的故事去補完 如果有的我們到時再找 喜歡這個系列的記得按讚 以及分享給你們的朋友一起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 請拜託 請暫停